10月7日,香港英文媒体《南华早报》发布了一篇对新加坡知名学者资深外交官马凯硕的专访,讨论了中美关系等问题。 马凯硕在对话中表示,中国拥有比美国更明智的长期战略,随着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差距不断缩小,美国应该开始为变成世界第二做好准备。 马凯硕认为,拜登政府过去两年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美中关系,但两国的竞争仍在继续,在某些方面,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比特朗普政府更加强硬,例如构建了所谓的小院高强策略,试图限制中国的技术发展。 美国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并没有明显减弱,但他指出,美国政府的主要问题在于,似乎是在没有任何明确全面的长期战略的情况下,发起了一场对抗中国的运动。 战略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,目前尚不清楚拜登政府的目标是什么,通过这些措施,美国战胜中国能够带来什么? 这一点从未被详细说明过,让每个人都感到困惑。 马凯硕认为,中国的发展取决于中国人民的行动,美国不可能干预或阻止中国的发展。 因此他建议美国采取更明智的做法,即使美国要在某些领域与中国竞争,也应该明确指出可以与中国合作的领域。 这不是为了中国人的利益,而是为了美国人的利益。 他举例说,拜登政府将应对气候变化列为优先事项,但如果这是当务之急,那么美国应该暂缓地缘政治竞争, 把精力放在气候问题上,美国需要确定什么对其长期利益真正重要,然后找出实现目标的手段。 不幸的是,拜登政府没有这样清晰,全面长期的战略思维。 我的建议者,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柯成星,曾在《外交政策》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,说如果美国人有一天醒来发现, 他们的经济变成了世界第二,中国经济变成世界第一,美国人的生活也不会改变,一切都一如既往。 马凯树说,那么为什么要执着于阻止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呢? 马凯树认为,美国现在应该考虑,如果中国成为世界第一,人们想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,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与中国合作和竞争。 他提到,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给出过答案,称,如果美国变成世界第二,就应该加强多边规则,多边程序和多边机构。 切磨 切磨 切磨